《無雙票房逼15億》 法國自欠運氣好 晨晨一早顧得到 由周潤法國富城主演的《無雙》 昨天舉行慶公宴 慶賀電影票房全球逼近15億港元 對於電影成績理想 法國謙虛的說是自己運氣好 遇上導演莊文強收藏了10年的好劇本 而晨晨表示一早已經遇到有好票房 首先是電影本身非常有質素 加上台前幕後都很努力去做好本份拍好電影 所以單是他自己到線頭看了三次 是編時地利人和 即是運氣 即是運氣 還有導演這幾天也是 周潤強他想了這樣的故事 放了10年 開心嗎? 最少見到天日 是啊 10年收息就收12億 是啊 你知道我有很多這些故事 我拿出來的 發生的 發生的 是啊發生的 不是那些婦語來的 我真的不懂得預計 我計算這些很差的 他們說13億人民幣左右 13億很快 不是很快的 我們其實這部戲 即是這部戲很奇怪的 我們這部戲是沒有一天過一億的 哈哈 就好像我們跑步那樣 每天有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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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耐力好 還有這個檔期沒有什麼大的 是啊 沒有什麼大戲 即是大家忽略了這個檔期 說了 因為這部戲是真的比較銷魯的 它不是一般的電影裏面 那麽 我相信這幾年裏面 如果看觀眾有很多留言 或者很多他們去給我們一些 讚我們的電影 給我們很多鼓勵的時候 其實都說了 他們在這幾年或者這近十年裏面 其實很少見到一部這麽精緻的電影 因為這麽 令到觀眾看完之後是賞心悅目的 是個劇情和演員 每一個 差不多影迷他們去留言的時候 都是賺我們誠服器所有的演員 每一個大家都做到恰如其分